Boston是有着江同学童年记忆的一个地方 所以每次来Boston他就跟回家了一样 以下是我们去Boston都会去 且大部分都是当地人才会去的地方赶紧收藏哦 来Boston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肯定是吃龙虾啦 这家龙虾店在Rock Pork小镇 我们每次来Boston必来的地方 Raymore绝对算得上是这个小镇上最火的龙虾店 都是当天打捞上来的龙虾三只五十刀 让我这个不怎么吃海鲜的人都停不下嘴 每次来都是这个老爷爷 只是年轻人已经从他的儿子换成了孙子辈了 这是一个特别有爱的家族店 我总感觉老爷爷是个有梦想的人 我猜这个梦想应该是让所有的人都尝到Boston龙虾的新鲜味 每次来都要来这里 必来 点完餐后 从他旁边这个超级窄的小巷子穿过去是别有洞天 好窄的 哇 Thank you Thank you 他家这个oyster也是格外新鲜 特别清甜 一点腥味也没有 嗯 嗯 甜到不行 Clam Chowder 鲜而不腻 lobster肉的外面是甜甜的面包 果然 碳水加龙虾肉带来的快乐是双倍的 超满足 江同学特别喜欢吸这个龙虾里面的汤汁 哇 Botter 开了好 海的那个味道是不是咸咸的那种 一点都不行 绝对新鲜才上船的才上岸的 吃完龙虾后还可以在这个小镇上走走 我和江同学也特别喜欢这个小镇 除了满满的文艺风 有很多的画廊和艺术工作室 还有人们到处散播的爱的痕迹 是一个特别有爱的小镇 下雨了下雨了 我们要回家了 Boston的公共交通特别便利 很多地方坐地铁都可以到达 我们坐了一段地铁后 再去老街区的路上 路过了市中心的Boston Common Park 占地59英谋 建造于1634年 是美国最古老的城市公园 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在这里庆祝的 这里面的松鼠们已经和人类和平共处到不行了 常常会遇到想要过来找你要食物的小松鼠 只是发现你没有食物的话 就立马跑开不跟你玩了 哎 这里的松鼠都好势力啊 走一会儿就来到了我们要推荐的下一个目的地 就是Boston的老街区 Boston作为美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老街区的街道记录着时间的痕迹 每走过一条街道就像是穿越在时间线上 每一株绿植 每一面红砖 每一条鹅卵石铺陈的小路 好像都在跟我诉说着这个城市的故事 这边的建筑都为Georgian和Victoria的风格 到现在里面都还是私人住所 只是能住在这里的都不知道是第几代的老钱了 第四个要推荐的就是Seap Port啦 金江腾学说这是一个旧城改造项目 是目前年轻人比较喜欢去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里不仅有美景还有很多商店 晚上还有酒吧餐厅等等娱乐场所 白天在这边吹吹海风散散步 等傍晚的时候找一块甲板坐下 看看落日把天空染成淡粉色 体验一下Boston的悠闲和浪漫 最后的最后大家一定不要忘记去买杯Dunkin Donut的咖啡 因为Boston居然是Dunkin的发源地 在这里你会发现Dunkin的店面比Starbucks的多多了 起了这个名就是想让大家把甜甜圈蘸咖啡吃 这就跟咱们的豆浆蘸油条有异曲同工之效 但据统计啊他们的甜甜圈销售其实只占比了8% 走啦走 那以上就是我们推荐的Boston必去的几个地方啦 希望大家到Boston也能够吃到想吃的 玩到想玩的旅途愉快 好 好